社会民主和谐党主席 拿督彼得安东尼 伪造文述罪上诉失败 吉隆坡高庭今天维持三年监禁 和罚款五万令吉的刑罚 可是批准暂缓执行 等待被告向上诉庭上诉 也是沙巴文娜娜州议员的彼得安东尼 在2014年 针对一个系统保养项目 伪造沙巴大学校长办公室的信函 抵触刑事法点468条文 他去年6月向高庭提出上诉 寻求推翻递庭的有罪判决 可是今天上诉碰壁了 上诉庭将会是这一宗案件的最终上诉平台